1的1喔 他說如果 f1 個小1等於你的解釋這個 兩個區間 -6到-2 跟 5到14 間 那麼請問你他的解釋是多少 那這題目當然是先把 f1 個先找出完 對不對 好 先找東西 來 這個解多少 這個解應該是 x 加 6 乘上 x 加 2 吧 對不對 然後這個應該是 x 加 5 乘上 對不起 x 加 5 乘以 x 加 10 好 現在重點來了 是小於等於0嗎 是吧 我們不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 來看一下喔 再小心一點喔 負6 負2 然後 5 10 理論上是這樣子的喔 如果當我這樣寫的話 很明顯的 這邊應該是負的吧 這邊應該是正的啦 因為它是個四次方的那個函數嘛 對不對 然後它的最左邊跟最右邊的話都應該正的 因為它的係數 最前面這個最高次方係數是正的 所以應該這樣子 所以這邊應該是正 負 正 負 正 所以 當題目講說 負6 到負2 跟負5 到此之間 這個是合理的 對不對 所以他講說 他小於等於0 是對的 OK 因為的確大解是他嘛 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如果 y 1 他告訴你這個大於等於0 你這邊要不要加一個負號 因為原本的方程是不能這樣寫的 你前面大概加個 a 才對 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a 我可以決定我的正負 聽懂嗎 我再講一遍喔 這個題目如果有陷阱的話 我會估計這邊寫的是大於等於0 那你知道這前面還在那個係數 知道它加個負號 才合理 會啦齁 那因為本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不用動 就是維持原來就可以了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我再講一遍 因為它是四四方 四四方的圖一定是長這樣子或這樣子 當然中間有可能會變 w 也有可能 但是不管怎麼樣 反正最左邊跟最右邊 要不然是兩個都往上 或兩個都往下 不會有那種一邊往上一邊往下的嗎 就看最高四方啊 我們不是有教過嗎 y等 x 四四方都往上 對啊 因為它一定是四四方 那如果是負一個四四方的話 你兩個都往下 對不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的條件 剛好是跟題目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我都不用前面加個負號 因為真的兩個都往上 然後剛好就是有沒有 負5 負5都剛好在介於 負6到負2 還有5到10之間 OK 可以啦 那我們就假設A4個就給它囉 好 我就給這個 四指 好 那因為題目找的是什麼 找的是 f5x 平方加1 對不對 所以你要放進去裡面 所以變成是 f5x 平方加1 等於變成是 x 平方加7 乘上 x 平方加3 乘上 x 平方-4 乘上 x 平方-9 然後要小等於0 OK 可以啦齁 好 那 在這個情況下的話呢 這幾個呢可以把它刪掉 誰可以刪掉你知道嗎 x 平方加7跟 x 平方加3 不用管它 為什麼 因為百分之百是正的 對不對 會出現負的就是這兩個而已嘛 好 那這個 其實展開一點的話 它變成就是 x 加2 x 減2 這裡呢 x 加3 x 減3 所以它可能出現的那個線呢 可能是什麼 就變成的是 呃 負3 負2 還有 2 3 然後再做一次 它小1等於0的時候狀況 然後又來了 它是不是四次方對不對 所以肯定最左邊應該是正 負 正 負 正吧 好的 因為小1等於0 所以應該是這兩個區間 才對 負負兩個區間 所以答案呢 你要寫多少 你要寫的是這個區間 x 大於等於負3 小於等於負2 或 這個 x 大於等於2 小於等於3 好 然後又來了 你要小心 會不會有等 因為它這裡有寫等於0 對不對 所以你要小心 剛剛你刪掉的地方裡面 有沒有可能出現等於0的狀況 因為不會有嘛 對不對 所以答案就是糖 會吧 可以啦齁 好 這個你看一下 謝謝 謝謝